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跌了0.18% 但台股的部分跌了快一个百分点 那为什么会这样 外资放年价是主要的关键 外资放年价是主要关键 那外资放年价会造成全资股的卖压出来 所以大概全资股的部分短线上面可能会被外资调节 这第一个 不过放心啦 这上半周而已 上半周也就是本周六十十二月二十四号 就是平安业 所以一般来讲下周开始外资的动作都会减缓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成交量只有五百六十九一 这个量越来越小 本周大概外资会慢慢慢慢休息 慢慢休息 但是呢 如果外资放年价 它会在台股站的卖方 它也会在南韩站的卖方 为什么首尔指数只有跌三点 这个跌1.0.18% 但台股却跌了0.93% 原因只有一个 因为台股的位阶比首尔高 我再看一看一看 首尔指数的K线你可以看到 首尔并没有创新高 它的高点在2073 但是台股的部分呢 台股的部分 我们这一次是创新高的 因为前哥高点是9399 那这一波来到9430 所以我们的位阶比这个南韩 就是我们这一波的反弹比南韩来得强 所以相对来讲 那个慢压就会稍微重一点 没有什么关系 那我跟各位谈过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 今天铁破越线没关系 明天再杀一天 然后就会收脚再下影线 因为慢压会慢慢清掉 慢压清掉之后 外资的动作会减缓 那外资会卖什么呢 我大概的想法了 这一波外资买最多的 当然就是它站在卖方的 除了电子全职股之外 另外一个叫金融 它应该会站在卖方 还有就是塑胶 包括了钢铁 有没有 钢铁跌幅更大 跌了1.46% 水泥跌了1.6% 原物料的部分在短线上面来讲 因为之前的原物料 外资满力断 把它拉上来 那现在外资要做获利了结 它就会卖原物料 会卖金融 金融可能不见得会大幅卖出 但是金融股的部分 基本上也会被稍微调节一下 那电子全职股当然也是它调节的方向 所以就全面拉回 当这些全面拉回之后 大概下半周吧 我的看法就是今天明天是麦亚比较重熟 然后下半周开始 基本上台股就回归到所谓内资控盘 内资控盘就是 就是所谓的市场派吧 它会回来 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投信作帐 下半周开始投信作帐的效应会更大 第二部分就内资回来 内资回来的部分 那大概几个概念股身上就会比较强 今天谁最强 游戏股最强 游戏股今天表现很不错 所以游戏股的部分 就是属于这个内资的概念 不过我的想法是不要去 我不太碰游戏股了 虽然它拉涨停板 虽然看起来还不错 网络拉涨停板 昨天也涨停 不是今天而已 两天早停板 但是我对游戏股的想法就是 它每次都是一个阶段 蹦蹦蹦蹦就结束 蹦蹦 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所以如果你没有买在低档 你没有买在昨天 或者没有买 这个我的看法就是 真的就不要再追了 好不好 就是相对来讲 这一类游戏股其实都已经 我们玩过好几次 我相信你玩过好几次 因为我不太做游戏股 那你会发现到 每次上去就下来 每次上去就下来 因为基本上 真正能够大涨的游戏股 当然你知道长线去做操作的 像星象的部分 那么是做一段长线 那现阶段的星象的表现 还算不错 但是呢也是从高档撒下 你仔细看一下就知道 游戏股通常是这样 最高322 最低达到146 就可以多腰斩 股价都腰斩 那这一段上来算是强势的 这个是比较有赚钱的游戏 好 那你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呢 如果说从本周的下半周之后 那一支会回来 那一支会回来 我认为已经回来了 否则今天游戏股怎么会那么强 那一支回来之后 那包括投信做账的话 你要怎么做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 小心燕息成长股啊 为什么 因为一般来讲 我把这个实际 实际跟各位谈一下 投信做账 除了他在手上买进的这个标的 他可能会去做拉抬的动作之外 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跨越元旦之后 我们第一季通常什么 是法人重新布局的时候 所以你最好去找这个 这个产业的旺 他的旺的情况 会旺到明年的 这是最优先的嘛 所以投信除了做账之外 他可能在明年第一季也布局 这一类的股票 所以他就不太可能去做结账的动作 但股价位借太高的 你就要小心 你不要去买那股价位借高的 第一个不要买大股本 你的股本一千亿他做什么账 没有什么好做账的 就是你股本一千亿以上 这个太大股本的一百亿以上的 那个做账的效益都很低 第二个部分 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个位借不能太高 第三就是我跟各位谈到的这个产业 比如说位借很高的 就算你法人买有什么用 你应该要打跌停 郁金光打跌停是什么 是因为他从五十块涨到了一百二十块 那五十块涨了一百二十块 你觉得投信可能在一百二十块帮你做账吗 那不可能吗 不可能所以股价位借是非常重要 所以从这几个方向 三个方向 第一个股本不要太大 第二个股价位借不要太高 那基本上就是第三个 当然他产业前景要好 往这三个方向去选 那最近投信再买的就是你可以选择的方向 如果你真的选不到 没有关系 我在上个礼拜六有办一场演讲会 那也非常热烈 台北厂非常热烈都爆满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来 在会场当中我送了一个红包骨 那这个红包骨 我还想送给各位 因为他今天压回来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来的投资朋友 你今天可以利用这个 大家回去广告的时候 你打电话进来 那这个红包骨我免费送给你 那为什么要送给各位 第一个我刚才谈到 他股价位借不能太高 对他股价位借很低 第二个以目前的价位来 价格来看的话 他的股价比大概在十倍左右 十倍出来一点点 连十一倍都不到 第三个他的产业前景是 旺到明年 所谓旺到明年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今年的下半年开始 这个产业开始复苏 复苏之后一直到明年上半年 大概都没有任何的一个供应的增加 因为供给的增加需要什么 需要时间 你要去建厂 需要干嘛 那可能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基本上可能到明年下半年 他的旺季的效应都还存在 我讲旺季是指 他已经开始在调涨价格 他的产品价格在调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如果他没有调涨 我相信头衔也不会进来买 那如果他已经调涨了 那头衔现在刚开始做布局的动作 那你就要跟上来啊 所以这一档这个红包股 大家都买得起 我没有选那个一百块两百块三百块 没有 我选择在五十块以下 甚至可以更详细的告诉你 选择在四十块以下的股票 四十块以下的股票 那基本上 目前本一比是在十倍左右 然后你安全度也很高 第二个部分 那法人开始在认养 那刚开始在认养 所以呢 它的作战效益会更大 再加上我刚才谈到 产业检警到明年上半年 都不会有任何的供给出来 所以目前的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状况呢 那么应该跨越明年第一季 也是头衔认 这个所谓的布局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样的 空包股 那么你如果要的话 欢迎各位打电话前来索取 022391 这个 我忘记了 基本上 23219933 记得人员投顾的一个这个电话 0223219933 好 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 另外的部分的话 当然 每次演讲会后的第一天 我都会送给各位会长假 你愿意跟着我 小型股的天下已经出来了 我跟各位谈 从 下半周开始准备抢红包 这个抢红包 除了我是要送给你红包股之外 当然 买的方向是很重要的 譬如说 我一直跟各位谈的 有些股票 已经开始慢慢在串出头 像上个礼拜 我拉上来的4971的IET 拉涨停满 上个礼拜我拉涨停满 今天开高走地啥款 开高走地很正常 为什么 因为 我们买的时候 11月22号 已经我们布局的位置 才是74块 那已经涨到了85块 涨到11块 你才匆匆忙忙进来 你第一个 你短线上面 充高了嘛 第二个部分 这只股票 基本上是小股对做 就是 所谓的嘉义帮 虎尾帮 他们就做隔日充 所以 他把他买所长停满的时候 隔一天他开高就卖掉 所以短线上面 会造成部分充码的乱 但是呢 因为我们买的够低 所以我可以让他去整理之后 再上来 这个孤门都市了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买高了 那就很有问题了 你买在86块6 今天收盘81块6 一天就差5块钱 实商差5万 那个会费都有了啦 你跟着我做 会费都有了啦 这个我跟各位谈过 我说有时候大家想要自己来也没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是谁在买 这是虎尾帮嘉义帮 所以我们叫做小虎队 小虎队进来就短打 他就是短打 那既然是短打 你今天再去追就不对吧 拉回当然量缩之后可以考虑 这是一个关键 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看到最近我们选择的标的 我说这是我的天下 为什么是我的天下呢 因为我选的标的 他后面都会喷出来 中达不是喷出来的嘛 从62块我们买进去 然后中达后来最高冲到了将近 这个八十几块 快九十块啊 同样的 目前我们锁定了 像我当时110块在买的一个年轻 我现在谁在买 现在头戏在买啊 现在头戏连续 连续十几天站在买房啊 我110块买 今天最高来到 今天最高132块半 短线上面稍微休息一下 但是年轻的部分 我们还是一张赚二十块 你会发现到 其实跟我在低档布局 买在低档就可以立于不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包括我的夹着 我83块买的夹着 最近迎来到100块了 已经晋升百元俱乐部 最近在百元这边稍微震荡一下 后面还会上去 所以我说 这是我的天下 我准备带你赚 红包行情 那如果有兴趣的同志朋友 可以利用广告中的电话 打电话进来 然后呢 那么第一个 你可以免费索取 我送给各位的红包 我今天押回来了 刚好押回来 买低嘛 第二个 你愿意跟着我抢 红包的投资朋友 那今天给各位 会场价的优惠 那谢谢观看 明天同志时间 请不吝点赞 谢谢 谢谢